今天要来分享的文章题目叫《云边有个小卖部》 感谢那些陪伴与离别的人 前段时间有朋友在后台给我留言 说想看张佳佳的《云边有个小卖部》 今天安排 这是一本的关于爱和成长的书 主人公刘十三从小被父母遗弃 隐忍又卑微 在遭遇事业与爱情的打击后 被外婆接回家乡 后来的她在外婆与少年伙伴成双的治愈下 变得开朗起来 《云边的故事》让我们很多人看到了生活的真相 为别人活着 也要为自己活着 希望和悲伤都是一缕光 总有一天我们会再相遇 刘十三的母亲被父亲抛弃后 生下她不久便离开了家乡 从小被父母遗弃的刘十三 跟着外婆生活 小的时候她还问过几句关于母亲的事情 后来关于母亲 她仅仅在作文中偷偷描述 除此之外 她把母亲留给她的纸条 当作人生目标去努力 考清华北大 去大城市工作 找一个爱你的女孩子结婚 从小学开始 她便刻苦学习 从不贪玩 经过一番努力后 她虽与清华北大相隔甚远 却考上了大学 去往了外面的城市 在大学里 她如期遇见了自己所幻想的爱情 她是会养着干净的脸 对着筷子上的粉条 吹气的牡丹 可是这段看似美好的爱情 早就因她并不爱她 为分离埋下了伏笔 而刘十三明明早已发现 牡丹出轨的端倪 却因害怕失去 从来不多问什么 比如她即便注意到了 她手上多出的银剑 却只要她随口一句 我爸送的解释 她便静了声 再比如许多个清晨 她都站在校门口的站台 等待不知去向 彻夜未归的牡丹 即便牡丹在生日时 对她提出了分手 可两人依旧保持着 若寂若离的关系 而牡丹直到傍晚转校手续 准备去往南京 才换了手机号码和微信号 打算彻底 与刘十三断了联系 后来 刘十三被朋友成双 和室友怂恿着 去往南京寻找牡丹 却碰见她正与一位 平头男生 初双入对 她大一我就认识 每晚都跟我睡在一起 你算个什么东西 在跟平头男生对峙时 所有关于背叛的真相 都不攻自破 然而刘十三却祈求她 再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等待 只不过 自己甘愿默默等待的结果是 等来了她俩订婚的消息 知晓后的那天晚上 刘十三在出租屋里 喝得天昏地暗 他脑海里 飘进一位姑娘的影子 他好像扎着马尾辫 笑意盈盈 又好像站在火车站台 背影 被气笛声拉长 迷迷糊糊之间 他把多年来感受到的 被抛弃的情绪 对前来看她的外婆 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 外婆 我是不是很糟糕 为什么喜欢的人都要离开我 妈妈走了 牡丹也走了 外婆沉默了好一会儿 问道 十三 你是不是很想妈妈 刘十三点头 他说 做梦都想 是我不好吗 是不是我很小的时候 就特别讨人厌 不然 妈妈怎么不要我 外婆的泪水 巴搭巴搭往下流 他没有想到 一向要强的十三 多年来 都是在隐忍中度过的 更从不知晓 他把抛弃的责任 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纵观 这么多年的刘十三 从面对 从小到大的怜悯 到面对 不断地失去 再到面对喜欢什么 什么就会离开 他一向都不露声色 而是靠幻想 去习惯痛苦 可见 父母的抛弃 给刘十三的心理 造成了很大的创伤 他在自责的抛弃感中 度过了二十年的生活 更甚至在爱情面前 为了挽留一个人 而卑微至极 心理学家武之洪说 当孩子的生命力 被看见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热情和爱 当孩子的生命力 不被看见 就变成黑色的 而父母的缺席 在看不见孩子的同时 会悄无声息地沉淀 为暗伤 隐隐作痛 小时候 关于父母离婚的事 刘十三 只跟一个人主动说过 他是他的少年伙伴 成双 跟隐忍 内心藏着自卑的刘十三相比 成双勇敢与洒脱了许多 小学四年级时 成双从上海来到云边镇 与刘十三 做了一个暑假的同学 由于零花钱被没收 成双上学的第二天 就打劫镇上的同学 刘十三挺身而出 护同学 为他偷了一个假期的 外婆的东西 有时是酿酒 有时是烤羊腿 接着 成双要求他送自己回家 并在得知十三父母离异后 告诉他 自己身患癌症 是偷偷跑来小镇的 很快 成双就被父母带回了家 可他也对刘十三心生爱意 并扬言 如果还活着 下次见面 要做他的女朋友 命运果然眷顾了 这位勇敢的女孩 二十岁时他还奇迹地 在与病魔作斗争 生日前 他飘洋过海 偷偷来找刘十三 却碰上他失恋 他不舍得他思念成伤 便在深夜搭上出租车 带他去南京找母带 接着 在他与情敌对峙时 在他补考精神失落时 做他的后盾 永远高呼 刘十三加油 而这次的相遇 仍旧是以成双 被父母带走为收尾 后来 他的病情到了 必须手术的地步 手术前 他毅然决然地 来到了云边镇 而此时的刘十三 遭遇了工作排挤 前女友订婚后 被外婆刚接回小镇 成双在刘十三的外婆家 知道他在保险工作上的 失忆后 便自作主张 要做他的工作拍档 并陪他走街串巷的 卖保险 为他设计客户 含金量计算表 保险工作 慢慢走上高峰时 外婆却因癌症 离开了人世 筹办丧事时 成双一直陪伴在 刘十三左右 照顾着他的情绪 外婆投七的那天 雪风搭山 成双知道 刘十三会瞒着自己 去山上 给外婆挂灯笼 于是他带着装备 拿着小暖炉 冒雪爬上山顶 救下了被冻昏的 刘十三 可惜不久 返乡后的成双 因手术失败而去世 临终前 他拼命为他画了一幅 一缕光 下方用钢笔写着 生命是有光的 在我熄灭以前 能够照料你一点 就是我所有能做的了 我爱你 你要记得我 三次与刘十三 分离的成双 每一次都冒着 生命危险 奋不顾身地 与他相遇 他明知 刘十三不爱自己时 却还要参与到 他的失恋 工作 以及生活中 去帮助他 陪伴他 指引他 他甘愿 做他前行的光 照亮 他未来的路 菲尔巴哈说 爱 就是成就一个人 好的伴侣是人生导师 和精神支柱 在爱情里 更难得可贵的是 我愿意在你前行的路上 陪伴你 并给予你精神的支撑 只愿成就最好的你 张小贤说 离别与重逢 是人生不断上演的戏 习惯了 也就不再悲怅 我们终其一生 都无法逃避分离 与重逢 而云边 同时 也是个离别的故事 在大城市里 事业与爱情双双受挫的刘十三 回到故乡后 在外婆和成侠的支持与鼓励下 保险卖得越来越好 定下的业务目标 很快就接近了尾声 可是 好景不长 接二连三的变故 打破了他在小镇的生活 外婆患病去世 成双返乡后 手术失败离世 外婆临终前 终究还是原谅了 离他远去的女儿 她在录音笔里留下一言 她去哪儿 嫁到再远的地方 回不回来 都是我的女儿 她选择 接受女儿的选择 并再三叮嘱刘十三 不要怪她 她也很不容易 而刘十三 也开始理解 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不同 母亲的离去 是她对眼前不幸的婚姻的告别 而总有些路要自己坚强地走下去 在与成双告别时 刘十三在桃花树下举起手掌 我会好好地吃饭 睡觉 活下去 活得越来越好 好到不得了 面对离别这一次 她不再卑微与自责 而是坚定信念 放平心态 顺着那光继续前行 做义工 写书 与室友至哥重逢 去拜访成双的家人 后来的刘十三 在大彻大悟后 活得通透了许多 曾看到伊北在熟年中说 所有的离别 都是一个伤感的句子 只是人们都希望 离别不是句号 而是破折号 只像一个带着笑容的 温暖明天 如果单纯把离别当作失去 理解为人生的缺陷 那我们永远参透不了 生活的心意 而离别 更印象解锁了人生中 一个又一个的关卡 我们带着通关的奖励与记忆 不断地总结经验 继续往下创 直至人生花尽花败 也要散落一地 化作春泥 更护花 因为一路陪伴与离别的人 终将教会我们 继续前行的勇气 与冲破迷雾的力量 学会接受离别 感激曾经陪伴的过往 体会爱情与亲情 这大概就是云边有个小迈步 想要告诉我们的人生哲理 每一个故事都可以有无数种结局 人生也是 心理学中的自我选择效应表示 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就决定你有什么样的人生走向 而学会接受 并是选择不纠结于此 继续前行 遇见更好的自己 就像歌手谭维维在节目当中说到 下一秒 我们总是会认识到不同的自己 可能会不喜欢 也可能会特别爱上自己 但是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 敞开心胸 去接受它 这种接受 不是忍受 而是对过去 对当下的一种释怀与享受 所谓山崇水赴遗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往后余生 但愿我们都敢于接受生命中的 那些大起大落 悲欢交醒 去勇敢地迎接 明天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